我們就從一條街一條街燈組 然後下去看 然後看完之後我們做出了社區治安地圖的繪製 這個是綁在地圖 我們必須要把村裡面的弱勢族群 還有小小巷弄還有困體倉書點 甚至要把這個整個航難路線都去規劃出來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現在民眾最關心的監視器的問題 我把村裡面的所有監視器做一套非常完整的 去整理成一套管理系統 那這個是我在做這個防災演習的這個過程 現在很多的 大家有沒有去參加過防災演習 有沒有 防災演習就是請下方隊 像我這樣子站在這邊跟大家講 然後弄個面火戲給大家噴對不對 我坐著防災演習不一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是什麼東西 脫掉我車不好意思我防災演習那天 誰擋到我救災路線全部坐走 結果後來有人來跟我吵架 但是我就是把你脫走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 躺平了 那 這個是一個公寓道 我們裡面真的是 放滿了那個煙霧 然後大家去熟識那個煙霧裡面去逃生 然後躺平了 然後還有這個 反降低 當然還有CPL 我們做的這個防災演習非常弱勢 這一場我們花了大概兩萬多塊 一般的村裡長 搬這個的話 可能要六七萬塊 但是我們完全 就是用社區的力量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在村裡面 我們有優良店家 自然房屋所合作店家 全台灣的那個 索旺相處隊 第一個跟 貝利商店 跟商店合作的就是我大瓦村 然後從桃園 然後開始推展到那個全國區 還有什麼 這是我們自然的願景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這一招 這是我帶小朋友到那個 派遺院去關懷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這一招 這一招 全台灣第一個找消防隊 跟著巡守隊去 消防車跟著巡守隊下去巡邏 也是大瓦村 這是我當初做的事情 然後這是社區資源 專業人才 發生危險的時候 我必須要找哪些人來救 哪裡有卡拉恰 哪裡有怪獸 哪裡有什麼重機具 你可以來救 這都是很確實 都做了一套的真理 那另外 另一個面向是人為教育 當村長我們可以幹什麼 你可以做的事情超多的 你可以看到 我有健康生長班 健康瑜伽班 我們可以有烹飪班 我們可以辦很多的活動 可以全村都一塊的大掃除 那這個呢 是我 在村裡面辦的一個兒童路線班 完全不用錢 完全不用錢 然後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我帶他們四處去玩 然後這些 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一次出去玩大概 就一部車子 遊覽車的起來 一天大概六千多塊 然後我們票群能出 家長出 午餐自己出 然後一群人就出去玩這樣 那 這個呢 這個是 打文子電影院 我沒有用版權的 就直接 直接網路 當漏下來 稍微就 就像這樣子 播給他們看 小朋友看得很快 放心一點 不會有人來抓我們 沒有人那麼無聊 我們辦給小朋友看來抓我們 這個是 在這個村長的過程中 辦了一些活動的紀錄 這個很重要 我養到 把那個小朋友 把那個養帶到那個 國華國小區 你們現在有 小朋友沒有 有沒有 小朋友看過養的啊 有沒有像這樣子接近養的 我把養帶到那個 國小區的時候 是全校紅洞 每一班都 搶著要來摸對養 結果我的養 被嚇到快 嚇過膽 這是我當初養癢的狀況 那 可以看到這一條龍 這一條龍 這一條龍 是我們大港國中 的 的 的一個 五龍團隊 大家猜這個 這個五龍團隊 叫什麼名字 千歲龍 為什麼叫千歲龍 你知道嗎 有這一條龍的人 加起來年紀超過一千歲 大家看到那個 這個 舉龍珠的這個 他今年八十幾歲 他常常在五龍的時候 我怕他 我怕他 我怕他骨質素 很低 會出來了 結果不會 他可以拿 那個龍珠的 拿的時間比我還要久 那 這個有沒有 這個 這個是我們全國 體操賽的冠軍 我跟各位爸爸 今年那個 全台灣省體操賽 國小 第一年級組 第一名 冠軍是在我們村裡面 中年級也是在我們村 高年級也在我們村 國中組的冠軍也在我們村 以後的奧運也會在我們村 我要跟各位講的是什麼東西 當村長之後 你可以去關注非常多的東西 我可以跑到小學校去跟校長 校長 這個東西是我們村的特色 我們要全力去追蹤 下面那張是我 兒子踢足球的樣子 我最近我要去找廠商 我要去跟那個廠商講說 這個足球是我們地方的特色 有沒有人要給我認養 一年給我三萬塊 那我就衣服上面秀你的那個馬克 我相信我一定會找到 因為他們也是全國冠軍 那我來 我們村長可以關注非常多的教育問題 這個社會喔 我當村長那邊就遇到 讓我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教育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到了小朋友叛逆的時候 你媽媽把冠軍跑出去 不然媽媽也說 我們要用什麼去追蹤 還有很多耶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去追蹤那個 那個教育必須要從很小很小的地方 開始做起 我再加快速度 這個是社福醫療 社福醫療大家看一下 年齡成長 生育率 早產兒 出生率 死亡率是因分析 這個全部都 我們都有做過 那這個是環保傷害的部分喔 你可以 請大家去掃地 可以做跳掃市場可以幹嘛 你也可以帶著小朋友在心裡面去抓魚 我兒子昨天看到這張相片 所以要報警把我抓住 但是他抓不住的好不好 那我們也可以看村裡面的一個老樹 然後帶小朋友去做生態教育喔 這幾個 這幾個是 我們新竹的相散事你知道嗎 這是在我們新竹喔 然後裡面有高腳新鳥 唐室沙蟹喔 這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這個生態環境做的改變喔 產業發展 這個魚大概知道在哪邊嗎 伊朗港邊社區喔 這些老兒 這些歐巴桑 做了這個魚出來 然後可以拿出來賣 兩顆石頭 弄一弄可以賣120 還可以賣150塊 大家沒想到啊 你如果 你如果幹村長的時候 你一定要幹這件事情 你可能把 所以裡面的兩顆草 你就可以拿出來賣錢 那個叫創意喔 呃 右邊這個 是我們 桃林喔 山林社區 這個 這個女的叫阿二姐喔 她是我的好朋友 她在那邊做客家花布喔 然後把客家花布弄成 包包 我跟你講她的包包叫做 叫做什麼 花布中的Pelope包包 我有一次 在那個展覽中 跟我們看到 阿二姐 阿二姐那個 那個包包裡的多少錢 一個要賣560多塊 我才不鳥蛋耶 但是 賣得很好 她帶著一群的 村裡面的 社區裡面的 婦女 在做這個產業 而且 現在可以全台灣去展覽 這一個是誰妳知道嗎 我們 足夢協會的呂秀雪 她幹什麼事情 她在做麵包養 她一開始是 她兒子是發展吃碗盒 然後她就聯絡了幾個媽媽 她就開始做這個吃碗盒的東西 然後後來去 弄了一個養 給這些吃碗盒來烤 烤完之後呢 跟各位報告 這個是大快心社區 也請她弄了一個養 陽明社區也請她弄了一個養 辨州也弄了一個養 新埔也弄了一個養 弄完就算了 跑到台北花博裡面 也弄了很多養給台北的社區 那現在 他們呢 可以聊出什麼東西 聊出披薩 還在聊出很多的東西 他們簡直已經把這個養 變成一個特殊的產業 我一直在跟她溝通以後 如果我們也要賣這個養 然後董事長這樣由我來做 大家沒有想過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不對 這個也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這個是桃園父親家 四日參訪 這個叫子俊明 他幹了什麼事情 我跟爸 跟高瓜 放高 他在父親家裡面 開一個四日美食房 然後他在這個原住民部落裡面 你到我這個餐廳來吃喔 他把那個原鄉部落的年輕人 找到他成立裡面去 給你們表演樂器 告訴你們原住民的文化歷史 然後帶你們一天到那邊去導覽 最後他們最近發明了這個東西 大家有看到嗎 它叫美樂迪 那個是他們原住民一個很古老的一個樂器 等一下他們講完太精彩了 現在喔 他把這個樂器包裝起來喔 已經開始在賣了 我也要去買 不要去買 那這個呢是 這個曾俊明先生喔 在吹這個鼻子的樣子喔 真的是超醜的 但是他現在這個鼻子 未來前途又不可限量 所以呢 選一早喔 是為了要衝到 幸福變未來 然後 張寧真是趕 不然我真的要拿酒 我後面還有很多喔 那我 我要跟 那我們把這個酒拿就好了 好不好 最近我們桃園已經有幾個年輕人 開始跟著垃圾車跑了喔 從現在如果跑到選舉那一天的話 他一定會逃死掉 我只可以逃死幾天 他要跑三十個月 他一定會逃死掉 但是 陳本老師今天還在跟 當起來還在講說 我開減肥 但為什麼說我開減肥 因為那個 林俊明先生 他有點胖 你知道嗎 他如果跑到選舉那一天 他起碼要欣賞 減掉二十公斤 我跟陳本老師說 這個人如果跑到當 那個時候 會跟我們免費一樣算 而且 我覺得他會有 八成以上的機率會上去 因為他每天參著我 問我秘訣喔 我在這邊跟各位公告 你們如果要選的話 看我這張地圖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地圖 你們現在 每天回去到村裡面 你就把村裡面 每天去給我拜訪那個商店 比如說 這一家是賣你的 你家的電話幾號 那你家這家商店有沒有什麼歷史 有沒有什麼特色 就去給我了解 把電話給我抄回來 修機車行有沒有 機車行也去 最重要的是早餐店 然後再來是 美農美法店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知道嗎 早餐店喔 每天在那邊吃早餐的人 七嘴八聲 然後 你永遠喔 像歐巴桑現在 打航空回去 都回來一天說 那年輕人不錯 那年輕人沒來 你就紅了 那回來之後 選舉之前 我要你們華一張文宣 就是像這樣子 我第一次出來選舉的文宣 十二年前的文宣 到現在 人家還丁在那個 丁在冰箱上面 為什麼這樣 我看一下喔 這一排全部都是商家的 裡面有 裡面有 你 修摩熱策需要用的電話 修汽車需要用的電話 脫掉需要用的電話 你衣服要送洗的電話 你要剪頭髮 預約的電話 你要叫披薩的電話 當我把這張圖 拿出去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局長 是在賣披薩的 大家試試看喔 局長 我這個 有你披薩的電話 這地圖拜託剛好大 你覺得好不好 好不好 陳本老師你修機車的 我跟村民講說 如果騎車壞掉全張也修好不好 我跟你講 整條路 所有的商店都幫我發文宣 然後這一張地圖 留到現在十二年的人家 還在用 很厲害吧 你把給我掌聲好不好 然後這一張是 村裡面緊急的電話 你們做文宣的時候 記得要 不要站在你們立場想選 民眾 要的東西是什麼 要做這樣子喔 然後這給大家看一張 這一張是 我兒子的這個 這個 這個小片喔 上面 也沒有寫什麼東西喔 但是 選完之後人家只認得我 兒子不認得我 我 我後面還有很多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喔 那 還有 我要你們出去的時候 麻煩 把你們村裡面的老照片 收集起來 為什麼 要你們收集老照片 一張老照片 可以勾起多少人的情感 大家知道嗎 大家看喔 我就拿了一張老照片 到那個 活動中心去喔 然後我把它輸出 變成很大張喔 結果 你們相信滿七百 一百個 老人家 會有這張老照片 被討論喔 甚至 有人晚上 十二點 想不開打電話 跟我討論這張老照片 發明的事情 然後結果 我把這張老照片 變成一個馬賽克牆 做社區 做村裡獎金 必須有這個義務 跟這個任務喔 把我們這個社區的過去 調查清楚 然後把 我們 可以給民眾一個未來 我們要非常明確的告訴他 我們要給他什麼東西喔 那 今天因為時間太短了喔 我還要告訴各位就是 什麼東西呢 這個 你們如果說每天出去拜訪喔 你要一戶一戶的去拜訪這些民眾 按理 你只可以說 你好我是某某人喔 我要選村長拜託喔 有機會給我做一票 你只能做到這樣子啊 但是我要你們做不是這樣 我希望你們回去之後每天 給我幫助五個人 村裡面最常發生什麼事情 車禍 看到車禍你就下去給我幫忙他 有看到這個 這個是火災 這個是水管破裂 最小的我跟你講 看到下面這一張 一隻豬不見的 你都要在現場幫他把主人找出來 去幫忙的人 每天不要用你要選舉的心態去 我每天要幫忙的人 每天如果幫忙五個人 給你去拜託我們的考用做 然後你大事小事 你都要去關心喔 那 村裡面什麼大事 第一個 隨 民眾很安全追蹤 如果有 公改破裂 人公改破裂 你一定要及時去處理 什麼地方去淹水 颱風來了 發生什麼事情 哪裡的水溝需要去做 馬路哪裡不平 你都必須需要 去關心這些事情 最小的事情 連什麼東西都要去關心 一隻狗被人家欺負了 你都要去關心 一個籃球網 籃球架 壞掉 你都要去關心 你必須要做到 這村裡面的每一件事情 去實施關係 然後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 垃圾車跟全台灣第一的是我啦 但是你 不要像那個 我們桃園那個笨蛋 現在就開始跟 因為真的會跑死掉 大概 前一個月 再開始跟了 林俊蘭他現在開始跟 他害死了 你知道嗎 那麼里長知道他 開始跟著這這這這跑 也跟著 現在也在跟著這這這這跑 他不是把里長害死了 里長五六十歲的人 跟你年輕人跑 他不是害死這個里長了嗎 所以 不要那麼早跑 大概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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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跑在一個半月前 再去跑 那 那個 背心喔 一定要穿著 但是你 你在跑的時候 你要忘記你有穿那件背心 好不好 因為你在跑的時候 你如果記得自己有穿那件背心 他跟大家講的是說 政治是 很黑暗的 但是希望說大家在 選到這個村里長之後 不要被那個 不要被孤狼 然後永遠不要忘記你的初衷 剛才剛才那個 黃老師有講就是說 問大家是為了大家 還是為了選 還是為了 為了村里長 我問大家 我跟各位下來 跟大家講 你們是為了要改變 我們的生活環境 你們才選這個村里長 你們 不是為了那個權利 不是為了那個 什麼東西來選這個 我們是為了要改變 那你們下去參選 不管 你們有沒有上去這樣吧 你們一定會過等 你們會從這個過程中 得到很多的成長 然後最後就是希望說 永遠不要就是說 如果萬一選上 因為大家都很年輕 不要 不可以少年的 是一定要彼此的初衷 為這個村里的服務 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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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 你們這個經驗都是珍貴的 好好地印象 那個 我跟陳代表不一樣 就是 我剛剛講的東西 我很多都沒有 尤其他剛剛講的 最主要的 那個里長要做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防災 跟什麼 跟治安 但是我們兩個都不能做 第一個就是因為 我們那邊是屬於 大概民國五十八年 還六十五年 那時候公佈的都市計畫 然後從那個里頭開始 就沒有都市計畫 沒有都市計畫 所以我們的巷弄 最寬的是六米 六米是我們最大的巷弄 所以我們的防災問題 一直不能解決 那我們防災問題不能解決 是因為都市計畫 沒有做過檢查 所以大陸永遠沒有辦法編答 因為都是市人的地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因為先制合併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監視器 從本來的三十二支 全部移交給我們 市政府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警察局的時候 現在完全不休 然後他們只會跟那些里長說 你就跟里長講啊 你哪邊要多裝就去找里長 結果怕就被罵 因為那個東西怕是我們市政府來收回去 那 那在陳代表的後面講 其實真的蠻多壓力的 可能沒有他做的那麼好 那我們回頭來講 為什麼要選里長呢 我那時候選里長的時候 大概是有五個人跟我一起出來選 而且其中有一個是我們現任里長的兒子 所以當我再出來了那個時候 我們現任里長 那時候就講了 就在遊覽的時候之後就說了一個笑話 他說 這個年輕人 不錯是不錯 白子一張 能夠用五十跳就不錯 結果沒有想到 後來是我選上 結果後來大兒子八十幾跳 反而比我的跳差了滿多的 那我們回頭來看 為什麼要選村里長 大家應該對我剛剛有去談到類似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很多人會覺得它是一個 一份穩定的工作 當然它 如果說假設你們把它當作一份穩定的工作來做的話 那你們就必須要有相對的責任 不然的話你領這個錢 你會領著很不安心 因為會有很多人罵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面臨到很多的壓力 因為什麼樣罵的問題都有 我簡單講最近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們那邊有一個公寓大廠 然後結果後來那個就是送了包裹過來 就是採集店送了包裹過來 送到了管理室 然後管理室那邊通知 通知那個住戶的時候通知不當 他就想著就放紙 就在那邊貼一張 就在他的那個 信長貼一張公告 貼一張紙 就讓那個住戶隔天看到那張紙 之後又過來罵 說為什麼沒有聯絡到他 說這麼重要的話 你怎麼可以幫朋友 然後又跑到我那邊去投訴 然後投訴說 這個管理人不行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東西 不能使命力打的 一直不斷的去通知他 一定要盡到這個責任 後來我想一想 好像不只是那個管理人的問題 他包含你們誰呢 包含了宅遺墊 因為宅遺墊上 你要講你東西送過去了 你應該要跟住戶 你應該要跟你的寄件人 要打的東西要去說 收起來打的東西要說 欸你的東西現在在什麼地方 這個東西才算是一個比較完整 那我跟他講的時候 其實他不太能夠接受 所以理長在被投訴的事情 是很多千一百樣 連這種東西都能夠被投訴 好那我們簡單再繼續下去 再來他其實比較重要就是 他是一個改變社會的力量 好 那如果說假設範圍再小一點的話 最起碼你們可以做到是改變社會的力量 其實最後面會做到是什麼 就是改變自己 像我剛跟你講的那個事情 如果說換作我以前的脾氣的話 然後有可能就直接就一氣之下就走了 對 然後最後面做了理長 以後你就會發現到 很多的事情 明明自己心裡面是 覺得你很想要把事情給講清楚 然後很想要告訴他說 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是一個公平合理的方式 可是他往往一直不會聽你的 雖然這個時候你的心情其實會浮躁 可是問題是你會壓制你自己的情緒 所以請到了最後面你會發現到 最後面改善的是 你自己發現到你自己的脾氣 慢慢你會學會 就是所謂的很多事情 會比較 可能自己是換作吧 還是說就是說 反正你的情緒會 會慢慢慢慢會 會平和起來就是 就是會像佛家在講 可能很多事情就隨便 慢慢說 慢慢講 反正就是 懂了就懂了 然後不懂的話 那你還是要請放讓他懂 那還有就是增加人力關係 增加人力關係 那剛剛那個代表有講到 個人利益這個部分 目前那邊是沒有的 那不過其實還是要記得 剛剛代表那句話 不要忘了初衷 好 下一張 那地方上面人力關係的話 來講有很多 那個人的學歷基地專程 這個是能夠讓你的靈 知道的事情 那如果說 講說針對於地方人脈來講的話 像靈長 像志工 像發展協會愛心會 小市長後見 理髮聽音老闆會 奴運會這些 那有一點就是 一點可以不用同意 那這些東西就是屬於 你地方人脈 如果說講說你要選的話 這些事情嘛 你要有你的支持者 這個部分 是要有你的支持者 然後去帶動 就像剛剛可能 代表其實講很多啊 其實我是覺得 理念最重要是什麼 那個 代表講的是 早餐點 可是我覺得是 李馬店 因為李馬店 是很容易傳 有的沒有的事情 他的傳播是非常快的 所以什麼都可以得罪 就是千萬不要得罪李馬店 真的 這個是實話 我想代表應該很清楚 千萬不要得罪李馬店 那黨務系統 就看你是要黨平民 還是武黨黨權 這個部分 那 如果說假設 你都還不是有很大的實力的時候 那你要記得 反對實力就是說 之前的落選的人 能不能夠 站出來支持你 那這個部分就是你 能不能夠選的上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好 下一段 那參選的時期 我的想法是這樣 當你決定要選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說 我要選 你不要突然間你選了之後 然後後來你又退縮 所以當你掌握你的人脈之後 你當你覺得說 我今天我要選 你覺得可以了 那你這個時候 假設你在五天之內 你找不到人 你就不要選 那假設你 假設你真的你有心的時候 你一定要在五天之內 你要把 能夠支持你的人 你要先睡不好 不過然後你很容易 就會被人家睡不回去 因為你會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就是說 政治是黑暗的 我們不要管這個 人家做得好好的 做好做壞 那就是他的事 那你何必去躺這個渾水 到時候也變得那麼壞呢 然後到時候被人家講話 到時候選不散 要被人家想 這個時候其實會有很多可能 來 所以這個要先跟你們講清楚 當你們決定要什麼 就一定要選 不要五天之內 要把那些人睡不掉 如果睡不掉的話 你可能自己就要被睡不掉了 這個 我的感覺 親身感受 那參選的動機就是 你為什麼要選擇的理由 所以這個動機就是這樣講的 那你服務出成立的時間 這個就講你的選舉司機 包含你的郵件照事是什麼時候 包含你的宣傳當局 你什麼時候要發送 這個東西你一定要有一套 策略的方式去執行 好 那你的地點的話 你的競選服務處的場地 要在交通的要道 要在重要集合場所 或者是居民一個集會的地方 假設你今天選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不繁榮 比較沒有人會去走的地方 你在那邊成立服務處的話 人家看一看 這個人好像都沒有什麼 來泡茶流天啊什麼的 人家會自然的看清你 然後就會覺得這個人可能選上機率不高 那所以在選舉前那大概 大概兩三個月吧 其實你的競選的服務的地點 就選到就那幾個月 你可能稍微你要看一下你的場地 然後去決定你的地方 然後還有重點就是 因為選舉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選舉是後面還有一群人的事 所以你一定要可以來幫忙你的人 所以剛剛就是跟你講 為什麼會說 要去說服一些人 就是你要說服他們來幫忙你 不過難怪 你一個人絕對會保持 因為你還要包含 你可能要泡茶流天 可能有人要找你泡茶流天 所以你要排班 還要準備零食 那你還要做傳當責業 還要投地招式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你平常 你一定要找得到的 你們最起碼朋友五個十個 可以找得到的 就是你選一個選舉 你那五個十個好親朋友 至公婆婆媽媽 來幫忙你五個到十個 幫忙你去做一個招式 去圈床的動作 這個動作如果做得到的話 你這場選舉就會比較有機會 下一張 然後 要該準備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會想 掃地除草 跟著這個承諺 跟著這個圈圈 在旁邊是一個流行 全民運動 那他有支持社區報 陪長輩寒暄 其實在我感覺講 陪長輩寒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在社區裡面 千萬不要得罪長輩 真的 因為長輩 閒間沒事 會這個跟那個聊天 泡茶 會有很多事情 所以長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早起 早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算你早起完了之後 以後 後面回頭去睡都沒有關係 睡回頭睡都沒有關係 睡回頭睡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早上 清早起來 大概超過六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在 在所謂的操場 會在公園 會運動 散步會去遛狗之類的 然後你那個時候要去那邊 要去散步 要去跟他們聊天 寒暄 問什麼 他們覺得這個年輕人還不錯 好像感覺起來還蠻清 然後早上會睡完 可是不曉得說其實 你是去大概差不多七八點 九點以後 你又一天回去睡 睡給回門教訓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去創造一些社區的議題 類似像講座 健康講座 藝人藝姐藝姐藝 這個是你在這一次選舉的時候 可以去辦一些量社區 能夠覺得說 你今天你是有心 要提社區服務的事情 就算你現在還不是領藏 可是你可以做得到一次 那再來就是 你服務術成立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做宣傳 下一張 那 大概要準備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 你要有喊話 那 你要有宣傳單 然後還有宣傳 就是你今天你要去 有些招式的時候 當然你也可以拿麥克風 之類的 那種那種東西又可以去做 那你的旗幟 包括你服務術成立的時候 你可能要裏面包子粽子 這些東西 這個是 為什麼裏面 他的問題就是 大家感情是在一起 打滷麵就打到感覺全是 這個很像是 台灣人的一種吸食 就是大家是共同在一起吃 吃你的東西 我們這裡是常用的東西 對 就類似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根據地方不一樣 然後會有一個類似的狀況 所以包裝應該是都一樣 那宣傳頂的話 比扇子跟糖果 那扇子不一定 你也不一定 但是糖果是一定要的 糖果 你的 你的 而且糖果是最甜的 就是你的所有的文宣裡面來講話 你去投遞給你的社區裡面的人 最重要就是你的 你除了你的宣傳商以外 你一定要裡面要放糖果 為什麼要放糖果 你要讓人家覺得拿到這個東西是甜的 不要說拿到看起來就是一炸子 就直接扔掉 最近嘛 他還有一個用途 就是最近還可以騙小孩子說 來吃個糖 那小孩子看到這個 這個年輕人好像還不錯 有時候 爸爸媽媽這個人不錯 可以投 搞不好你就會趁機拉到一些友誼票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的一個大事上面的一個過程 那屬於社區裡面的事情來講的話 因為我可能沒有剛剛帶的網 那麼精采 對 我們還在努力 還在學習中 那因為我們的社區是 是比較 捐村型的社區 那它比較特殊的就是 它比較 因為它是捐村 所以它就比較需要 國民黨的一種體力機制 那因為我們 我們那幾年也是 其實也是蠻有趣 我大概提一下吧 就是其實我 我這幾次的選舉 都沒有被國民黨提過 都是開放選舉 所以 剛剛 大哥大概有提到政治型 只是蠻黑暗的 就算你做的太辛苦 甚至人家會講的一句話就說 你 你對一個黨忠誠 那忠誠這兩個字可不可以用金來誠 忠誠可不可以用成金來誠 就是說 今天你說你忠誠 人家也說他忠誠 那 同樣說忠誠來講 那誰比較忠誠 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黨那邊就是有人回 就是說 那誰比較忠誠 不知道當然就是大家都開放 因為大家都為這個黨禁收來 就我們有個以黨丟的一句話也很有趣 他說如果說 如果說黨工不知道誰對黨比較忠誠的話 那就是黨工失禁 懂我的意思嗎 你平常不曉得誰誰比較幫黨在做事情的話 所以其實從這些事情就會看到其實這個黨 有很多人可以不贏 有很多人可以這樣講 沒有我是說實話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就是因為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們只是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改變社區 那我們的社區曾經碰到什麼問題 因為其實做村里長的話 其實我會經常講 我們的別的議長也是這樣講 假如做里長是在做工程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到你做了每件事情 你都會很快樂 你的社區也會很快樂 當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村裡面如果說假如你真的為了他們做的話 你會看到他們的效果 然後你就會覺得你自己也很快樂 但是有的時候 然後人家講說做了議員 你也現在不是代表裡面做議員 做了議員以後就不一樣了 因為做了議員以後 很多事情 就變成說跟社區裡面要做的事情 是被撈子的 做代表就有其他很多人 那所以有時候要記得初衷 不要到時候變成像一般的代表 所以代表現在是在準備感驗 怎麼樣其他人的代表情感 對 那沒有差 那大概 我大概檢查到 剛剛我講的那個議題 就是 因為我們社區裡面有一個 所謂的那個 那個叫做 寒間疾病人 寒間疾病人 然後他都要去申請那個 租房屋出境補貶 那因為去年可以申請 結果今年不過 那今年不過之後就覺得很意外 說為什麼他沒有過 所以他就拿來給我看 後來發現到條例修正 那條例修正的時候 他把罕見疾病給移除 罕見疾病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類似像小胞萎縮 類似像獅子 類似像獅子 類似像那個 然後可以用藥 去慢慢治療他 但是他不會治療 所以真的我們 他不太具有所謂的工作 努力 結果後來那個時候 條例修正的時候 把他們 把罕見疾病拿掉 結果多了兩個 兩個的選項 一個就是所謂的原住民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遊民 然後 當我在看到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就問 就問那個 就直接問那個 我們的成家發展群 他就說 他這個沒有辦法 上面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那我就毀了他以後 就說 原住民 你們這樣子其實在 讓原住民去背上 這個莫名的責任 就覺得說 原住民其實他是一個 深強體穿 他也可以工作的人 那你去讓他去 因為這樣 你去讓他有資格去 去做房屋租金補貼 反而把 所謂的罕見疾病給剔除掉 你們是他原住民去 扛這個責任 然後再第二個就是 遊民 所謂的遊民是什麼 遊民的定義 就是不會住在房子裡面的人 那你讓他去租房子 那他到底不符合遊民 租了房子的人 是不是遊民 好像就不是遊民了 你會去租房子是不是遊民 就不是了吧 對不對 因為通常都住公園啊 睡在什麼地方啊 睡在天橋底下 那一類人才叫遊民 怎麼會有人 會有遊民要去租房子的呢 所以 當我在看這個東西 我們還反應 我們也反應給立委 然後順便得到的結論是什麼 就跟我們這一次的所謂的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學測一樣 今年我們絕對有問題了 為了避免造成大部分人的 所謂的那個困難 所以我們明年再修正 然後這個東西 我當然也是發言 就像現在那些 那些老子 那些家長一樣 就是要想辦法當街去抗議 為什麼 因為你明明知道今年是錯 為什麼你今年不能改 那但是我們政府的官員的心態 就是他就是不能改 因為今年錯的事情 你如果今年去改 就代表說你當初的決策有錯誤 那你只要決策錯誤的時候 他要去從頭要檢討 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我後來我就很了解的 官員心態是這樣 所以如果說講這真的要改變的話 就必須要很大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就是要來自於大家 當有很多的所謂的村里長 共識去決定 如果說講這有很多的政策是錯的 我們直接提出我們的建議的時候 我想這個時候他的力量就會產生 所以我現在其實我們要的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希望藉由大家去推動一個 能夠去改變這個政府施政應該走的方向 那這個東西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去做這個 大家選村里長這樣的建議 除了說你可以改變你的社區 還可以藉由這麼一群同樣去熱愛社區的人 怎麼樣去改變這個社會 這個就是我們的初衷 好 謝謝